这年是哥哥 不要再打了 根本没有什么天活的嫁衣 因为连就会跟他原来不会婚妻结婚 他们两个最后没有成我真的是就遗憾你知道吗 这是03年所有电视剧 下一步到04年了 雪天使听都没有听说 雪天使好像是讲的 一个千金爱上一对兄弟的故事 爱上一对兄弟 那一对兄弟其实两个都是孤儿 在孤儿院里面的一对兄弟 然后他们两个被各自领养到两个家庭 一个是有钱家庭 一个是没有钱家庭 然后这个女主好像是先跟她的哥哥 好像是那个有钱家庭的哥哥 订婚还是怎么样 然后后来她是无意之间遇到那个没有钱的弟弟 然后就爱上这个弟弟了 那结果后来哥哥好像报复弟弟还是怎么样 反正是因为就很取生 然后最后哥哥好像出车祸死掉 然后弟弟跟他好像又没有在一起 这是开放式结局这样 我也第一次看这个片头 杨锦华诶 他就长得好好看哦 这都好年轻啊 但是那个叫暴风 王宇杰你认识吧 但我觉得这里面的演员就比较不熟 就都不熟 除了那个谁啊 那些新书啊 他演那个MV型人啊 对男主角 对就是他 他长得很像一见脸 他很好看哦 对啊Toro啊 那他现在发福了 他最近有上一些那个 我认识的一些YouTuber的评 我蛮喜欢 杨锦华 杨锦华 杨锦华我觉得现在很好看 他以前演的《零剑》 《零剑》《零剑》《零剑》 我觉得很硬斑斑 《零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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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还像《零剑》《零剑》 真的还像《零剑》《零剑》 真的全部很高的感觉 就很适合拍MVP起来 感觉真是打篮球的人 他就是打篮球的人 他是专业打篮球的人 《零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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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就是兄弟两个 谁是哥哥谁是弟弟 一剑连是哥哥 然后里面还有好像四角恋 然后那个 杨锦华喜欢一剑连 喜欢一剑连好 但是我觉得他也没有把那种 就是四角恋的关系给排出来 就是 我觉得那时候的片头 真的只是介绍一下人物有哪些人 对 而且基本上在片头看起来 大家都还蛮和谐的 然后见到里面就开始扇巴掌 对 里面人物还蛮纠结的 就是里面的人物关系 下一个是 《紫禁之爹》 就是那个 你们不要再打了 对我只是要那一幕 就想 你们就想 我不要再打了 你们不要再打了 住手 你们不要再打了 这其实我没有看过 很经典 但是 他要打去练武士打 靠老将能解决问题吗 要打 去练武士打 但是这部电视剧 我以前是追的耶 就是 那时候是江苏卫视吧 然后放这部电视剧 然后我 从头追到尾 就我觉得 就带入到那个小学时代 看这个电视剧 我觉得是很OK的剧情 不要再打了 他为什么要穿着那种足球衣在跳呢 但是穿的好像是阿根廷 对 对啊 这个时候 对他们的偶遇是因为这个女神是挑八家这样的 OK 天蝎 这三角脸 就三角脸 那双女主角也很小 有钱 他跟那个 就是蛇鞋质吗 不是啊 这是王少伟 哦 王少伟 这个蛇鞋质长得挺像 感觉两个人的氛围 好像 可能面部比较平一点 可能发型很像啦 我觉得 是跟上了一个那种 要打去练武士打 你看 莫妮卡 好酷 这部剧好像就是想要推K1那个团 然后就是K1全体在里面拍 为什么跳个舞打个加还要加特效 因为在这个时空里面 他的那个舞蹈大概的概念就是 武功的感觉 就人家是武林大会 但是就跳舞的舞 但我觉得这个片头拍的还不错 就是 对就是你有知道他的剧情 大概就是会跟跳舞有关 然后大家是就是对立的 然后是那种比较青春热血的 就是能看大概看得出 电视剧的内容 就是还不错 对我觉得就是 就因为可能就是时代在前进了 感受得到他们那个做片头的诚意了 已经 然后下一个是天国的佳怡 天国的佳怡 下一个就大家都看过了 就我只看过之后一期 嗯 啊 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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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很喜欢他那个时候的那个就是那个字啊都跟那个电视剧里面有的那些艺术字译不一样 对啊 就很透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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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久不見了 王少偉 而且你看他現在是變 王少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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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蠻成熟的 有AV的 嗯 那數年了 其實陳曉恩 就是在王子鄧喜歡的角色 其實是雕名 為什麼 都是雕名 但是他一直都是 喜歡演的那種 就是灰姑娘 全部都是灰姑娘 你才發現 不是灰姑娘 有些是灰姑娘 不過他到現在 印象最努力 一年到現在 除了崔天神 那個是前景小姐之外 所有人其實都會灰姑娘 變那個 就是非常激動性的 默默的感覺 你們發現 好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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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真的挺配的 我不是要承認 我之前看往這邊的情況 就是我發自內心的笑容 很多人都很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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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配啊 而且他們的時候就 好像就大家知道 就是 他就知道大家很希望 他們兩個在一起 然後就故意搞那些很 很曖昧的舉動 他們兩個上節目 然後也就那種美目傳情 上康熙什麼 你有沒有看到他們 上康熙那幾期 就超級曖昧 裡面的一些舉動啊什麼的 然後還有一次是06年嘛 一場演唱會 然後就 明到還親了陳喬文 在那個演唱會上 親哪裡 親嘴啊 親哪裡 然後其實陳喬文 他搞得很像 就是那種很不願意 還怎樣 就很曖昧 可能是真的很不願意 因為他們據說 那個時候陳喬文 當時男朋友還在底下 看那個演唱會 什麼的 那確實是有點過了啦 但是就 我也不知道他們是在演戲 還是當時 我覺得應該是演戲吧 因為很多這種 就是很多這種 如果你是拍愛情的電視劇 一般都會簽合約 就是宣傳期的時候 必須要那個什麼 為了保證那個收視率還有什麼 可是他們那時候互動了很久耶 一直到06、07、08都還有 那就看他們的宣傳合同 就是到什麼時候 不至於啦 我一直都覺得 他們兩個在拍這個劇的時候 是有火花的 OK 然後他們是甚至到 好 畢竟帥哥美女啦 有火花也正常 因為 因為其實他們後來 一直到06、07、08 還一直都鬧緋 他們緋緋鬧了超多年 然後他們又一直在 不停地合作拍戲嘛 然後就 他們倆最後沒有成文 真的是就遺憾 你知道 其實《王子編青蛙》是 台版偶像劇歷史上排名 收視率排名第二的偶像劇 第一是誰 命中注定我愛你啊 而且命中一開始找的是明道拍耶 明道居然還推掉 明道好像那時候因為合約的關係 把它推掉了 很可惜 他如果拍那個反紅 我想看 我有點想看明道演命中 其實你可以看得出來一點點 其實 因為那個誰是長得有點像明道 對 他當時找軟今天就是因為 他有點像明道 眉毛粗粗的 可是也好啦 因為我不想看到明道演 那種荒謬的劇情 都跟陳曉恩在 淋著雨在路中間互吼 然後緊接著 陳曉恩被車撞了之後 還要在那裡 加救護車 加救護車 但是我覺得那個時候特別火的原因 主要是因為它是 偶像劇史上第一部有床戲的偶像劇 雖然床戲也沒有到很路了 但是就是 算是偶像劇裡面尺度最大的一次 如果這麼說的話 確實有點想看明道的床戲了 就不是想看明道的床戲 想看明道的床戲 我們看05年的最後一部偶像劇就是 日光森林 我有聽說過但是沒有看 日光森林其實也就是講的一個 就是童年初戀的 也是童年初戀的故事 然後他們童年初戀的時候 我是女主親生的姐姐 她好像是他們家司機的女兒 他們家司機出車禍 忘了是司機還是原定 還是出事然後死掉了 他們家就把女孩領養過來了 然後那女孩就從小就心裡不平衡 然後就要跟那個女主搶一切東西 然後那個時候那個小男主要 就是他是來戒毒的 然後最後他要走的時候 就問這個女孩 她妹妹的名字叫什麼 就是問女主的名字 然後就問那女孩 就把自己的名字給她了 後來長大了以後再回來 一直以為她喜歡的是那個姐姐 但其實她喜歡的是妹妹 這樣子的故事 那這個至始至終就是有一個人在犯見 那肯定是要有壞人的 以前以前台偶其實還蠻明顯 就是都有壞蛋在裡面 老實想看小圖的時候 真的覺得軟心天就是 根本就是明道 這首歌很日本風的感覺 我知道這首歌耶 而且你看她的演唱是陳雨凡耶 等一下 這個不是叫做很日本風 因為這首歌它本來就是日本原唱 這是傑尼斯的歌 哦 請教 這是傑尼斯這Kinky Kiss的出道曲 哦 這是我第一次聽中文版 這樣說 好美 這個Ending你 她為什麼最後的Ending是女主跟男二 所以男主是立委員是嗎 對 那為什麼最後那個傳聲頭是女主跟男二在 沒有 就又欺詐你啊 這就是今天的01到05三立電視台 偶像劇片頭曲的 reaction的全部那一首 好長啊這個片名 歡迎大家在彈幕評論或者留言討論 告訴我們哪部偶像劇是你的童年真愛呢 然後哪部偶像劇的女主 我覺得是最刁民的 點贊破100我們就開 6到10的偶像劇片頭reaction OK 好這是我們這一期的flag 然後 這是我們這期視頻的全部內容 喜歡的朋友記得一鍵三連哦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拜拜 你看他的腳 眼睛長得冒險 然後一直要戴這個color 好慘 他現在好像是小老頭 你看他的臉 他好難過 腦又腦不到 舔又舔不到 好嗎 好嗎